军人在总统官邸外戒备 但这重兵驻守为时已晚 我国有帮海地总统摩依士 7号在官邸内遭专业杀手暗杀身亡 第一夫人重伤 海地宣布进入戒严状态 临时总理乔赛德先接手政权 呼吁对暗杀展开国际调查 现在犯案过程监视器画面也曝光了 在当地凌晨一点先是警铃大作 接下来看到枪手潜入关底 就是乱枪扫射 而且嫌犯作案前还大喊是弃毒扫荡行动 这是我们的行动 这是我们的行动 D.E.A 大家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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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伪装成是美国弃毒局人员 据目前了解枪手是说英文 害海地当地的克里奥语 高度怀疑是内外接应 而海地民众一早醒来 发现出大事了 现在官邸内外依旧可见弹壳弹孔触目惊心 国际领袖一致谴责哀悼 拜登以骇人听闻来形容这起事件 总统蔡英文在推特发文致哀 而目前海地第一夫人因为身受重伤被送往美国迈阿密治疗 据海地警方表示目前已经在太子港周边逮捕凶闲 详细犯案动机又待调查 TVBS新闻总和报道